花季少女容颜憔悴 莫名出品 行进诡异 正值青春时光 却似迟梦之年 大山深处的家庭遭遇突发变故 怪异举动背后既隐藏离奇心结 健康之路即将不停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健康之路节目 我今天要跟您讲的这个故事 发生在贵州遵义的一个山寨农家 原本是二八花季的少女 可是谁也没想到 她竟然在悄无声息的 做着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件事情不仅是改变了她的命运 也影响到了很多人 龙坝村位于贵州省遵义是德江县 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农家山寨 这天 崎岖不平的田耿上 走来一对神色慌张的中年夫妇 男的名叫杨胜强 女的名叫傅婷英 四年前 老杨夫妇为了家人生计 远赴浙江打工 然而 就在两天前 老杨接到老家亲戚打来的电话 这个电话让老杨开始特别担心 身在贵州老家十五岁的女儿杨秀慧 她说大厉害 厉害 她说经常那个头发 没有了嘛 那我说这么奇怪 打电话来的是老杨的亲戚 名叫杨胜金 老杨夫妇出去打工时 特地交代她 多帮忙关照留在家里的三个孩子 这段时间 杨胜金发现 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杨秀慧 经常一个人跑进屋后的大山 而跟她打招呼时 这姑娘总是神情恍惚 只是低着头 默默的就那样 不说话 小秀慧为什么经常跑向大山呢 难道她有什么秘密吗 而且杨胜金还发现 有时小秀慧会独自一人 暗暗掉泪 杨胜金也试着了解小秀慧的心事 但小姑娘却总是沉默不语 而更奇怪的是 小秀慧竟然莫名其妙 整片整片的头发不见了 好像以前都是长发 很浓密 很幽黑的那种 现在看起来比较焦黄 稀疏 小秀慧的离奇举动 再加上她越来越稀疏的头发 引得村里人都议论纷纷 有人甚至以为 小秀慧可能是中邪了 这一切让答应照顾小秀慧的杨胜金很是担心 想象她可能是被惊吓了 惊吓可能 但是她神情有那样的病患 有这样想过 但是也不可能 时间久了应该恢复过来 但是她老是那样 小秀慧的反常举动 让杨胜金感觉事情不妙 她只好给远在浙江打工的小秀慧父母打电话 让他们赶紧回来 看看孩子究竟是怎么了 接到电话 小秀慧的父亲老杨半信半疑 多年在外闯荡 见过世面的他 根本不相信有种协议说 孩子表现异常的背后 必有隐情 于是夫妇二人收拾行囊赶回家乡 一踏进家门 看到四年未见的女儿 老杨夫妇这心里一下就慌了 当时就是 那头发是很细的 是细嘛 这上面就神经没有泪 老杨两口子发现 女儿的头发变得很稀疏 前额有一块都快秃掉了 而让他们更心疼的是 在分开四年的时间里 孩子竟然没有长个儿 固执没病 三年当中固执还是那么更 一路上 老杨两口子曾想象 四年没见 孩子们看到父母回来 应该特别高兴 但让他们很诧异的是 小秀慧神情冷漠 少言寡语 难道是因为分离太久 而产生了生疏感吗 为拉近与孩子的感情 妈妈特地下厨做了一桌饭菜 然而这顿团云饭 却被一个意外打断了 小秀慧吃着吃着 突然神色大变 脸上直躺冷汗 大声喊着肚子疼 而老杨妻子一摸女儿的肚子 更是吓了一大跳 女儿的肚子摸上去很硬 像石头一样 难道孩子肚子里长出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忧心万分的老杨夫妇带着女儿来到凤耿县人民医院 他就爬在桌子上 我说小朋友你怎么不舒服 他说肚子疼 马坤医生发现 小秀慧因为肚子疼冷汗直冒 他赶紧给小姑娘做检查 而一摸小秀慧的肚子 从已二十年的马坤医生震惊不已 一摸确实有个包款 是很大一个包款 大概起码最少有十 直径有十公分左右 很摁的 就像石头一样 马医生发现 小秀慧的肚子竟像石头一样坚硬 而且肚子里面似乎有一个大块的东西 马医生赶紧带着小秀慧到必抽室检查 眼前的景象逐渐清晰起来 这个不知名的东西几乎占满了女孩的整个胃 那么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是胃里长出的 还是小秀慧自己吞进去的呢 但再一分析 马医生觉得 这东西这么大 应该不会是小秀慧吞进去的 吃进去那么大个包款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我吃也 腾不下去嘛 这十百公分一个大个包款 怎么样 如果这块坚硬的东西不是小秀慧自己吞进去的 难道是他体内自行长出来的吗 马医生不由猜测着 莫非这个包块是一个肿瘤 我都想这么大一个包款 如果是个恶性的 我们所谓恶性的就是癌症 活不到这个长的时间了 十多年了 小女孩十多年了 所以我都想 这边会不会是个良性的 医生初步判断 存在于小秀慧胃里 这个巨大包块很可能是一个良性肿瘤 接下来 她要为女孩做一个胃镜检查 从而揭开腹中义务的谜底 马医生万万没有想到 当胃镜深入到女孩胃中 显示屏中呈现的一幕 不仅彻底推翻了她先前的判断 而且令在场的每一位医生 都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 在胃镜进去了之后 这个病人就是在胃底 胃底这个位置 看到了一个胎头样的东西 而且上面有头发 确实有头发 就是和刚生下的一人的头是一样的 医生这番话就像平地一声雷 把老杨一下子震懵了 女儿肚子里居然有一个胎头 难道才16岁的女儿怀孕了吗 这时老杨马上联想到堂弟跟他说过 女儿经常一个人跑上大山 难道在小秀会身上还发生过什么不为人知的事吗 老杨忐忑不安地向医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医生的回答让他提到嗓子眼的心又稍稍安定了一些 原来医生说胎头只是形字而已 另外 即便是胎儿也不可能怀在胃中 这下老杨又纳闷了 既然不是胎儿 那怎么会长出头发呢 其实纳闷的不仅是老杨 还有医生们 大家都急于想弄清楚 小秀会胃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这个藏在小秀会胃里有着浓密毛发的异物 究竟是什么呢 针对这个特殊病例 凤岗县人民医院组织了一次专家大会诊 医生们认为 虽然不能确认小秀会胃里的东西是什么 但眼下这个东西已经这么大了 并且导致小姑娘经常肚子疼 必须要把它取出来 09年6月份 杨秀会被抬上了手术台 有的很奇怪 因为最么大一团 当时我们看到说 在苏前我们都感觉很奇怪的这件事情 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 半个小时后 杨秀会的胃被切开了 那个迷一般的异物终于暴露在大家面前 医生将它取出 此时手术室内爆发出一阵阵惊叹的声势 你看到一种黑色的东西 它的味道很臭 相当臭 因为那个时间很久 它有些练义 所以这个味道相当会臭的 那么 这个覆盖着毛发 黑乎乎的一团东西 又是什么呢 医生将它慢慢分开 医物被取出 竟是一团裹在一起的头上 占据了胃的三分之二块钱 重打一斤 眼前的这一切令医生彻底惊呆了 当时感觉很惊讶 因为最么多头发 最终很不可想象的 在手术室外等待的小秀会家人 终于看到了女儿胃中的这个义物 竟然是一大团头发 一时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家都纷纷猜测着 为什么小秀会的胃里 会出现这么大团的头发呢 这时老杨夫妇突然想到 女儿头发变得很稀疏这件事 难道是小秀会把自己的头发 都吃到胃里去了吗 然而小秀会的回答 让整个事件再次蒙上层层迷雾 她本人拒绝回答 她说没有吃头发 她说没有吃 没吃 我们就开始就问她说 你那个头发怎么这块没有了 她说哭掉了 小秀会坚持说自己没吃头发 但秀会妈妈突然想到 小女儿曾向她提起过的一个细节 她一早上吃早饭 她又嚼 她赶快快又嚼 有空就嚼 原来秀会的妹妹 曾无意间看到姐姐 把头发放进嘴里嚼 那么她是否会吃下头发呢 老杨夫妇多次问过小秀会这个问题 却没有得到答案 面对所有人的疑问 秀会一直沉默不语 头发是不是她偷偷吃下的 如果是 她为什么要隐瞒这个事实呢 眼下如果这个问题弄不清楚 小秀会极有可能还会偷偷吃头发 为此医生建议老杨 带着孩子去找一找心理医生 弄清楚小秀会的真实想法 老杨带着小秀会 找到凤岗县人民医院心理医生周国琪 面对周医生的询问 小秀会一如往常沉默不语 虽然小秀会态度冷淡 但周国琪并没有泄气 为了让小秀会轻松下来 他特地在心理治疗室内播放了轻缓的音乐 不急不慢地和小秀会闹着家常 慢慢地小秀会轻松下来 也终于说出了胃里的头发是怎么来的 那里有这种习惯有多久了 三年是吧 三年 当时我就震惊了 终于说出来了 和我们的推测是完全一致的 小秀会终于说出真相 原来胃里的头发团 果真是他在三年的时间里 一根根吃下的 可是小秀会为什么要吃头发呢 在下面的对话中 医生发现了蛛丝马迹 他说他平时在上山去放牛的时候 然后就想到父母 想到父母的时候 然后就不自主地就把这个头发 就把他喊到嘴里面就吞下去 就是平时脑爱念的一句话 就是比较想到父母 因为他父母在外面发工 随着谈话的深入 心理医生了解到 原来四年前 小秀会的父母都去浙江打工了 小秀会和他弟弟妹妹一起住在爷爷奶奶家 爷爷奶奶年纪大了 而弟弟妹妹又小 当时才十一岁的小秀会担起了照顾全家的重担 每天喂猪收菜 干完农活 他要走很远的山路去上学 放学回家 他要烧火做饭 小秀会说 美美累的受不了的时候 他都会特别想念远在浙江的爸爸妈妈 就会忍不住给他们打电话 没得家嘛 他肯定就是我们回家他就想个事嘛 他说反正就是爸爸妈妈没得家的 反正我们就是在家里都不好 不安心嘛 他说他是想嘛 他说就是爸爸妈妈就在外面打工 他说跟着就是 就是一一来两 就是 就在就是像可贵的 虽然女儿想念自己 但老杨夫妇总觉得 只要挣到钱才能供孩子们上学 这个家才有希望 于是他们整整四年都留在浙江打工 为了省钱 他们甚至四年间都没有回过贵州老家 也正因为这样 一年又一年 小修慧没有等到父母 盼回的全是失望 原本性格内向的小修慧 变得更加沉默 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小修慧就忍不住把头发放进嘴里嚼 并把它一根根吃进了肚子 那如果说你是什么时候吃这个头发呢 是想你父母的时候吗 想你父母的时候就特别想吃这个头发 如果他们回来的时候 他们回来没有 他们回来回到你身边之后 你还想不想吃 就不想吃了 他一回来了之后你就不想吃了 小修慧经常吃头发 他的这种行为在医学上叫做意识品 意识品是指由于代谢机能紊乱 味觉异常 当引起了一种多种疾病的综合症 患者常吃一些非营养物质 比如头发 泥土 那么小修慧为什么回换上意识品 意识品与想念父母间有什么联系吗 为此我们特地采访了心理专家 当自己需要和别人被关爱 或者想被抱一下 或者是和别人有亲近感觉的时候 反而得到的是离开或者训斥 都会造成孩子的一种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 可以通过其他的办法去补偿 这种意识症的人 不知道怎么就在心里 特别不安焦虑的情况下 他用一种补偿的办法 当我人空虚的时候 我感觉的内心空落落的 其实吃东西和内心空落落 并不是一个回事 但是他觉得我吃的东西 似乎稍微踏实了一点 这样的一种暗示就变成了 以后当我再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时候 我就吃点东西 所谓心理问题的躯体化 那么现在心理学 把它认为是一种叫做强迫症 所谓强迫症就是各种各样的表现 医疾症是他其中之一 了解了女儿吃头发背后的心事 老阳夫妇百感焦急 当年自己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 才不远千里出门打工 却没想到也因此给孩子们带来伤害 经过这次风波 夫妇俩决定 今后要留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 没有什么比孩子们的健康平安更重要的了 就是说要不然就是爸爸妈妈都在家 要不然就出去一个 那就是说如果出去嘛 就是经济方面呢 就是稍微好一点 现在 秀慧的父亲出门打工 妈妈留在了家中 有了妈妈的陪伴 萧秀慧的性格慢慢开朗起来 自从手术以后 她彻底改掉了吃头发的习惯 肚子也没有再疼过 现在这个妈妈回来了 现在是不是感觉病情好多了 怎么好 为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有人跟你说话 你来 他们曾经徘徊在生死边缘 面对癌症 他们有着怎样的心酸与磨难 绝望与希望 执着与关爱 抗癌明星 医学专家 做客健康之路 为您清醒讲述 他们的感人故事 抗击癌症 携手希望特别节目 健康之路 敬请关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